而今天這個湯還有另外一個主角就是鯊魚骨 在傳統的食料中就認為鯊魚骨有助消除腫瘤和防癌的作用 今天这个汤就是猴头菇白果煲沙鱼骨 它就有滋阴养胃益气的功效 同样就是适合于那些迷痛不息那些人饮用 它还有一个辅助治疗那个癌种的作用 今天这个猴头菇白果煲沙鱼骨的草率就为 猴头菇80克白果12个莲子50克 鲨鱼骨100克猪瘦肉400克生姜4片 鲨鱼骨买回来就要浸两个小时才行 但是猴头菇就不用了 就只需要浸20分钟就可以浸软了 之后就要把它放回这样去扎洗 以搭起一个清洁的目的 将你的材料放入个煲中